这个星期天下午有民众在富山保育区内疑似利用自治扶具违规裁补水产动植物 海巡获报之后立即派员前往查看 发现这个民众所乘坐的扶具故障搁浅 海巡运用橡皮艇把自治扶具及民众给拖袋进港 也查获了违规裁补器具还有余货量 全案是依违反余越规定韩宋主管机关来采除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海巡人员正利用橡皮艇将失去动力的小船拖袋进港 昨日下午2点多左右海巡接获通报表示仪式有一艘小船在富山的护渔区违法进行捕捞作业 而海巡单位获报后立即派遣第二机动巡逻战以及第一屋海巡前往现场查看 并发现船巷有两名成员因所搭乘的小船失去动力 便利用橡皮艇将两人连同小船一同拖袋回新郎渔港 台东富山保育区内疑似有民众搭乘自制服具违规裁补水产动植物 随即派遣第二机动巡逻战敌第15海巡队前往现场应处 抵达后发现海面上一艘自制服具船上有两名民众 因居案300至500公尺无法以肉眼照相及录影方式 确认是否有违规裁补行事 第二机动巡逻战立即派遣橡皮艇前往全程收证 收证期间自制服具民众表示 因为怪事悬外机故障无法启动 请本队协助脱带回新郎渔港 考量人员安全16时50分将自制服具及民众脱带进港 进港后查获船上有违规裁补工具 调干两支裁补鱼类 全案获须依相关违规市政 寒送台东县政府裁处 而这两名违规的履性以及理性民众 将会面临违反渔业法的规定 被处以新台币3万至15万元的罚还 而这里也特别呼吁 切勿在户渔区从事捕捞的作业 以免触法 记者陈吉林 悲南乡报导 内容